以乌龙院等系列作品 闻名海内外的漫画大师敖又翔 近年都在花园进行创作以及授课 这两年疫情让自己忧郁焦虑决心 让生活有点变化 好交朋友也爱煮东西的他 考取了中餐的证照 并且把画室改为食堂 每周三天开卖扁食和汤品 成为了东海岸的美食新热点 漫画大师斜杠主厨敖又翔坦言是疫情 让他感到焦虑 又觉得漫画创作突破比较小 才想到该以料理和朋友来分享 这里原来是我的画室 在烟料的海边 因为疫情这段期间 自己有点忧郁 就想说透过一些其他的方法 来和朋友们接触吧 因为我平常就很喜欢主动主戏的 还去考了一个证照 想说除了创作之外 让生活有点变化 漫画创作 自己觉得突破也比较小 动画其实想做也做不动 想说换个 换个面对自己创作的一个 就是改变吧 熬又翔特别考取了中餐证照 学习挑选食材 维持环境卫生 而口味则是他自己发挥创意研究 老熬扁时也自创新的包法 像枕头一样放放正正 而馅料也是用心研发 有的时候加芹菜青江菜来变化口味 也发挥了艺术创作般的创意 陆续开发更多新口味 最近还要研发素食扁食 一样的馅就是把它摊平一点 差不多压一下 像外面一般的面裂更快 它就直接就出去了 它连沾水都没有 学末速度很快 就对折就知道 一样把空气挤掉 空气把它挤掉 一挤的时候它就粘在一起 这样就好了 这样煮出来的口感不一样吗 其实这样子的口感最好 因为它很平均 因为操手它你看这样子 它有重叠的地方 所以咬下去口感就会不一样 老熬扁时位在岩辽海边 面对太平洋饰演非常广阔 店内没有菜单 只卖扁时和汤 口味是当天的情形 扁时有咖哩 麻酱 炸酱等 并加入豆皮 黄瓜 毛豆等配菜 汤的部分则是有 蒜头鸡 肉骨茶 鲑鱼味噌 都是料好实战 老熬扁时一开幕 就不少粉丝慕名而来 熬右翔在地的好友 文人雅士都来帮忙跑堂 不过老熬扁时 只有星期五六日卖三天 每天的份量并不多 建议想尝鲜的民众要先预约 卷旅会收风箱报道